在下崇楼殿分店店主 见过前辈 你应该是这里最高修为的吧 圣尊巅峰 勉强凑合吧 接我一招 前辈息怒 前辈的实力应该已经超越神隐者了 晚辈自然不敢接前辈一招 想来前辈也不会为难我等这些小辈 为难 你们崇楼殿刚刚不是要仗势欺人的吗 还说没有你们崇楼殿不敢惹的势力 你们崇楼殿好大的口气啊 今天我来了 给我看看 你们仗势欺人的样子 来吧 这位小友 先前我们崇楼殿多有得罪 还望海涵 还请前辈和小友息怒 今日就此作罢 日后若有不服者 尽管来找我 来多少人都可以 我无敌 你们随意 不敢不敢 小友 这是我们重楼殿黑卡 以后小友持卡到崇楼殿任何分店 可享受店主级别待遇 老小子 你挺会来世啊 晚辈不打扰前辈了 前辈有任何事情尽管吩咐 前 一只臭虫也敢偷听 找死 这 这家伙不是被我杀了吗 怎么还活着 此功法是灭世一族的特征 拥有两种分身 紫墨 你要记住 以后遇到灭世一族的人 直接杀两次 哼 看到你们就来气 也给你个机会 给我叫人 让你们最强的人过来 这个紫墨到底是谁 背后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势力 你早说你背后之人这么恐怖 我也不惹你了啊 不行 要想办法将消息传回家族 前辈 我 别废话 赶紧叫人 让我安静地杀几个人消消气 你到底是何人 赶紧放了我们家公子 太少 太少 给我继续叫人 不然我立马杀了这废物 一群废物 真的高看你们了 营救公子 紫墨 看清楚了 这招是剑神当初自创的招数 一键定乾坤 解气吗 解气 紫墨 你要记住 你修炼的是剑神的功法 做人可以圆滑 但不能受气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上去就是干 这样才能对得起剑神两个字 明白吗 前辈 我以后如果都这么刚的话 怕是活不了多少集啊 叫姑姑 姑姑 如果这就让你害怕了 你也就不配学习剑神的功法了 再说了 此功法的强大你也见识到了 凭借你先进初期的修为 秒杀先帝中期毫无压力 不然就按照你以前的怂样 对付一个先帝级别的 还要用近招 都不丢人 啊 我明白了 前辈 不是 姑姑 好了 我走了 好好修炼我刚刚教你的两招 别给我丢人明白吗 姑姑 你知道我父母他们最近还好吗 凡 什么 孟海第二分身也死了 不是安排死卫团去了吗 死卫团全部被灭了 混账 这个叫子墨的到底什么来头 敢三番两次的跟我们孟家作对 安排执法堂的人 尽快灭杀此人 家主 一个小小的先军 至于让执法堂出手吗 我有预感 这个叫子墨的 继续成长会影响我们的大势 必须将威胁抹杀在萌牙期 快去 是 子墨公子似乎有所感悟 没想到 孟家人不怎么样 这守卫却如此护主 也是难得呀 其实 他们都不是孟家之人 他们只不过是孟家的奴隶 奴隶 这些人不乏先帝即位的高手 怎么会甘愿成为别人的奴隶呢 无上界有一伙组织 他们很强很神秘 没人知道他们的实力 也不知道他们的总部 他们经常抓一些修炼者 通过特殊功法将其控制 一旦被控制 将任由人摆布 这 这怎么可能 公子如果感兴趣 明天正好有一场拍卖会 应该可以碰到奴隶拍卖 运气好的话 还能买到圣王级别的高手 我来安排一下 公子可以亲自到现场感受 好 那就麻烦五姑娘了 这是奴家应该做的 公子 这里四周埋伏着很多高手 待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千万别冲动 放心吧 我只是来见识的 感谢各位捧场 今天来了很多老朋友 也来了一些新朋友 我叫江七 担任今天的司仪 江七 今天有什么好东西 可别拿一些破玩意糊弄我们 放心吧 有请第一件拍卖品 这什么玩意啊 拿这玩意糊弄我们吗 各位稍安勿躁 此物名叫麒麟剑 是一位天尊级别人物 陨落后 被他人捡到的 虽然此件有点损坏 但只要能将其修复 此件的威力 可达到下品神器的威力 起拍价十万极品零食 这么一把破剑 谁会花这么高的价格买啊 别浪费别人的时间了 赶紧下一件吧 嗯 鸿蒙塔一场 公子若是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 尽可喊价 由重楼店买单 全当重楼店 为之前的事情 向公子赔罪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十万 不要了 谁让咱穷呢 不要白不要 嗯 恭喜这位客人 获得此神器 还真有人傻钱多的 接下来拍卖第二件商品 守护奴隶 奴隶一共四人 这些奴隶虽只有先帝中期的修为 但这里面有一人 可是损失了四个圣王七才拿下的 起拍价一千万极品零食 公子 怎么了吗 天 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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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感谢观看